大家好,這裡是大寶寶的人知識 之前有分享到我換了一台新的蘋果筆電 所以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會加入蘋果家族 然後再分享一下蘋果筆電每個系列的特色 以及為什麼我現在會選現在這台筆電 所以有在考慮要不要把自己的電腦換成蘋果系列的人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這一集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其實我在2015年的時候就已經加入了蘋果家族 買了我人生第一台的MacBook Pro 那為什麼當時會想要換蘋果電腦呢 因為在買那台MacBook之前 我原本用的是在公司退役下來的筆電 就是正常的微軟的筆電 那台筆電在公司服役的時候 本身效能就不是頂級的 然後呢在公司服役了三年推下來給我接手 那其實一開始也只是拿來看看網頁 看看影片聊一聊Line 一開始用的還算可以 但是用了一年多之後呢 就是這些這麼簡單不佔資源的事情 在這個時候也已經變得非常的慢了 那結果再過了一年之後啊 這個電腦已經慢到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所以就想說要換一台新的電腦 當時原本想說不知道要省錢 就想說買一台一萬塊左右的文書機的筆電 那當時就同樣問了一個 也是買一萬塊文書機筆電的朋友 然後呢他的結論是非常的不推薦 因為他說他那台電腦才用了半年 那個筆電就已經慢到讓他吐血了 用了一年多已經需要去送修了 然後再之後過了保固啊 一萬多塊電腦他也不想花省錢來修了 已經慢到不想用 但是又不想花錢修 因為覺得才買一年就丟了很可惜 所以只能靠著全罐來繼續用 就變成了家中的這個雞肋 我後來又再問了一下身邊的專家們 得到的結論是想要一台筆電可以撐得久一點的話 價格大概要三萬塊左右 因為就算規格一樣 但是材料的廠商還有組裝啊設計啊等等的 這些品質上的差異 這些差異在規格上是看不出來的 但是最後會影響你最終的效能 因此我就把預算拉高到了三萬塊 那廠牌也鎖定在幾個比較品質又保障的筆電大廠 那既然我的預算拉高了 那期望也相對的跟著拉高 其實覺得電腦不是只是看看影片聊聊天而已 至少用Office可以做點事情 然後可以剪個影片當個YouTuber 但是這樣又有問題了 Office的家用軟體要三千多塊 那剪影片的軟體當時市面上免費的其實沒有很多 那更不用說還需要關一些防毒軟體 那這些零零通通加起來 預算又多了六七千塊 雖然說也是有辦法可以讓這些軟體的費用少一點 但是當然品質也就會跟著下降 不過如果是這樣 那我花三萬多塊買了一台不錯的電腦 就是為了什麼呢? 正當我這個思緒打結卡住的時候呢 無意間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蘋果電腦的軟體是免費的 這當下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 所以立馬跑去家附近的蘋果經銷商去了解一下 當時了解之後的簡單的結論就是呢 蘋果電腦優點 第一個就是 效能規格會高於同價格其他牌子的筆電 第二個就是 常用的Office軟體蘋果都有免費的版本 雖然不是正式的Office軟體 但是可以透過另外存檔成微軟的版本 來把這個檔案傳給用Windows電腦的人 第三個 蘋果有免費的內建影片編輯軟體iMovie 第四個 蘋果系統不會有中毒的問題 所以不用另外買防毒軟體 第五個 跟其他的蘋果裝置可以很方便的共同作業 像是可以用iPhone跟AirDrop丟照片 就比用Line來傳照片方便很多 畫質也可以大幅提升 還有蘋果的文書軟體都有網路版 可以透過手機在其他地方閱讀與編輯 也就類似微軟Office 365的功能 不過是免費的 第六個優點 售貨的諮詢很方便 你只要遇到蘋果電腦的問題 去任何一家賣蘋果電腦的經銷商門市或那邊的服務人員 他們都會很熱心的幫你解答 就算你當初不是在那家店買的也是一樣 那蘋果的門市以台北來說 基本上騎車10分鐘你一定會碰到一家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或者是你用到一半發生問題 但是又不方便出門的話呢 只要在上班時間也是可以直接達取蘋果的客服 就可以免費諮詢 那就算稍微複雜一點點 客服也可以通過遠端連線來直接指導你這種電腦 但反之如果你買的是微軟的電腦 你遇到問題你只能自己想辦法 雖然說你拿去當初購買的地方 他們還是會幫忙處理 但是你買的地方可能就不在你身邊 並不在你家旁邊 不在你鎖在位置的旁邊 那就很麻煩了 不過蘋果電腦也是有缺點的 那就是第一個 它的儲存空間都是SSD 所以基本款的儲存空間都不大 那如果想要加大儲存空間 預存就要跟著拉高很多 第二個 大部分的遊戲廠商都不支援蘋果系統 換句話說就是能玩的遊戲很少 那如果在配合上儲存空間很小 基本上就是蘋果電腦是不能玩遊戲的電腦 第三個 它的硬體基本上都是封閉的 也就是沒有辦法再擴充硬碟記憶體等等的 我那時評估一下 蘋果的優點剛好都是我要的 而蘋果的缺點我也可以接受 儲存空間可以透過外接USB來增加 那遊戲基本上我也都是用電視的PS 還有任天堂的東西來玩 然後我也不會改電腦 不會外裝一些硬碟記憶體那些的 所以當下決定就挑操蘋果了 那接下來問題就是要選哪一台 當時有三個系列分別是 MacBook MacBook Air 還有MacBook Pro 這邊介紹一下三個機體的特色差異 第一個介紹MacBook 它主打的就是 最輕薄 體積最小 12寸 重量卻不到1公斤 最厚的地方只有13mm 最薄的地方只有3.5mm 這輕薄程度可以說幾乎跟Pad差不多了 不過效能卻比Pad好很多 但壓縮空間的缺點就是 就是犧牲了效能並提高了價格 當時的價格大約是4萬塊左右 但是效能卻比不上同價位的Pro 甚至還比Air還要再差一點 不過大家也不用想得太複雜 因為很顯然的 價格這麼高效能沒有那麼好 唯一的優點就是 比起Air小了那麼一吋 然後輕了那麼幾百克 這樣的性價比最終不被市場所接受 因此這個系列在2019年之後就停產了 所以說你現在要考慮買蘋果電腦 只需要考慮Pro跟Air這兩個系列就好了 再來說說Air系列 當時最主要的特點就在於 輕薄效能還有價格的三者之間 取得了最佳的CP值 13吋的筆電重量大概1.3公斤 體積雖然比剛才說的MacBook稍微大一點 但是如果你選的是比較低規的配置 你的價格可以壓到3萬元有漲 可以說是相當的划算 那它的缺點呢 就是整體的規格比Pro還要低了一點 尤其在2015年那個時候的版本呢 它的螢幕並不是用當時最新的Routina顯示器 導致螢幕的質感上跟Pro系列 是有著肉眼可見的差別 在現在2022年的版本中 顯示器已經跟Pro是同樣規格的 那晶片的部分呢是跟13吋的Pro同規格 此外它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少了SD卡 USB還有HDMI的接口 而當時我買電腦的一個主音 就是為了可以接電視看 所以少了HDMI的接口我就不考慮了 再來講講Pro系列 聽名字就知道它的效能規格是最高等級 當然體積重量也是最大 同樣13吋重量卻是1.6公斤 比起Air多了300克 但整個效能也往上提升了一個等級 2015年呢就先不說了 光說現在2022年能看到的 現在14吋16吋用的晶片是M1Pro跟M1Max 比起在Air上面用的M1晶片效能提高至少20%以上 不過有人發現 那13吋的Pro用的不是也是M1晶片嗎 但其實你可以看到13吋的Pro 它的連接段子只剩Type-C 還有現在13吋的Pro晶片的改版 其實是跟著Air一起同步更新成M2晶片 而不是變成跟14吋系列一樣的M1Pro晶片 所以啊這個13吋的Pro 與其說它是Pro家族 倒不如說它是Air家族裡面的升級版 那現在再說回這個14吋跟16吋的Pro 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體積大 重量重 然後價格上超級貴 現在14吋的筆電 就算晶片用的是閹割版的M1Pro 就已經開價59,900 完整版的M1Pro晶片 就要價74,900以上了 這樣的價格已經大幅超過了一般文書機的價格 但換個角度想 Pro的規格開的這麼高 代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被取代 像我買的2015年的Pro 到現在2022年了 其實都還是可以繼續用 我在此之前的幾部影片 都是靠著它剪出來的 雖然說輸出影片的時間花了久 但是還是可以用 現在這台舊的Pro 拿去公司當文書機 也可以說是綽綽有餘 當時買4萬多塊 隔了7年之後還能繼續用 如果用到8年 攤下來一年的成本也才5000塊而已 比起一台1萬塊的文書機 卻只能用一年 簡直是划算多了 所以同樣道理 現在買了將近6萬塊的Pro 那如果你成了7、8年這樣攤下來 一年也是1萬塊有找 如果買的是Air 那就更便宜了 最後總結一下 蘋果筆電系列的優點 第一就是規格高 第二就是有免費的辦公室 以及影音編輯專題 第三就是不用擔心中毒 第四就是與其他的蘋果裝置 共同作為的話效率很高 第五就是後續諮詢方便 可是缺點就是呢 單價高 規格選擇少 儲存空間小 與市面上部分的軟體無法相容 沒辦法打電動 後續不容易擴充 那什麼樣的人適合買蘋果電腦來用呢? 我覺得只要你不是買來打電動的 是真的買來做事的 而且軟體可以符合 那基本上就適合了 只是看你做的是什麼事 來決定買哪個系列 如果是出街簡單的事情 剪剪影片 簡單的文書工作 那其實買Air 或者是2020年的PRO系列就可以了 那如果做的事情比較進階 像比較複雜的剪接影片 那再來買2021年的PRO系列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喜歡的話歡迎給我們點個讚或訂閱一下 有什麼想法想要討論的歡迎在下面留言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拜拜 我們下次見拜拜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